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花蛋》赵丽颖和顶流小生亡一波亲情加盟 更是使这部剧充满了剧头 微波先火 相信等到开播的时候又会引起了一大部分人的观众 毕竟赵丽颖本身就是收视保证 由她参演的大多数影视剧都能火 她的观众缘而极好 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实力获得了无数人的认可 产后的资源也看见是逆天 事业发展是越来越红火 这部剧也被认为是她的产后付出之作 所以大众还是很是看好的 近日该剧的插曲细微提前上映了 为这部剧造势 该歌曲是由主演之一的王一博来演唱的 主要阐述的是剧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纠葛和满强爱意 整体歌词都透露着苦韵余香 旋律婉转亲丸朗朗上口 尤其是在其温柔低沉的身线下 更显了一次柔情 独有魅力 好似是在讲述一个缠绵翡色的爱情故事 然身临其境 这和王一博之前的歌曲风格相差较大 突破了自己劲爆动感的曲风 化身成了情歌小王子 让人眼前一亮大感惊喜 该曲目细微一经上线了就销量火爆 短短一个小时就突破了某平台的 巅峰唱销榜日榜和周榜双榜单的第一 四个小时整体销量就破了一百万 获得了三百经唱片等级的认证 还成为了该平台上升最快的歌曲之一 稳居唱销榜周榜榜首的位置 实力非同一般 号召力尽显 但有人喜欢就会有人质疑 某知名乐评人丁泰生发声表示 认为其演唱的歌曲难听 写到了听了几秒确实难听 主要是歌太城市化了 五声皆家不知所云的汉语堆砌 当然王一博唱的也实在是够差 有歌不成熟的小剑椅 送给广大的歌手和流量 少瞎唱那些所谓的国风 那种拉姐谁会唱了 言语里吧是满扁 言语里满是扁低和粗俗 让人不敢恭维 他的这番作为也被大众称之为 测热度毕竟丁泰生的名声 在业内并不算好 以博眼球作为著名 被他弟子过的明星不在少数 几乎每次点评他都是负面的居多 还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 所以很不得大众的喜爱 但为了话题度和收视人们 还是会有些节目综艺 会邀请他参加 某社交平台更是成为了 他大肆宣扬的地方 这次他突然点名王一博 也是让人无奈至极 大家都知道 如今的内娱王一博的发展 算是最好的了 堪称顶流也不为过 不仅手握多个U字支援 还被月华公司力捧 很多人都看中了 他的影响力和流量 尽可能的蹭热度或者是抹黑 在一片质疑声中 赵丽颖公开发声力挺 只简单的配文两个字 好听 索要软了的意思不言还语了 姐弟情还是敬险 男人性格极为相仿 曾在某颁奖晚会之上 赵丽颖就主动的为王一博 介绍圈内的知名大佬 引进制片人 很有仔细的风范 他实力护地的行为 也是圈了一大波好感 虽然有质疑 但是王一博还是用实力证明自己 销售量一起绝权 让人望而生为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一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 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优宾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